保底室青少年济缸经营中 今年全国总共有5千多岁的青少年济缸布名精神 在南岛官就132个济缸来参加 其中南岛国省到第三国省中共是有三位合省 都因为优秀的博物事件来得到奉献中 副管长丹正乡在起马特别来接近一几位合省 鼓励人继续努力来发挥最大爱心 在副管长丹正乡的断业之下 为何是你纳定就装摆 感谢你登记中处七岗合党 副管长丹正乡 今天特别跟保底室青少年济缸记忆 平时办法装摆 不愿意继续努力 发挥最大的爱心 当时也清新了解所有朋友还是总共 一个合模的过程 在服务的过程当中老人 长辈他们会 传送你一些经验 然后跟长辈相处 跟同才相处是感觉是不一样 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没有想过会得这个奖项 虽然我投资的是想要让大家看到我在做些什么 然后让自己得到一个肯定 因为看到很多电视上的很多偏远的小孩 然后一些比较帮助的一些老人 然后希望把这份爱情继续传下去给他 在台湾开办了17年保底室青少年济缸经营中 今年专国总共有5,000多个青少年济缸 报名订算 南岛官就132个月济缸参加 其中三位学生理呐 因为优秀的合模在这奉行中 那这个奖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表彰我们在志愿服务方面 有成就的国中跟高中的同学们 然后希望他们借由表彰他们的这个机会 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看到 跟我同年纪的同学他们在做什么 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学 尤其现在七少高中 如果都能以这三位同学为榜样 大家普及的来推动志工服务方面 应该可以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馨 管政府也表现 将会继续合作合身 推动济缸的活动 以及参多合身 到底社会工作的精神和理念 让很多人万一到底合不济缸的工作 去这节目上传播到